祖坟冒清烟,这是古人眼中的祥瑞征兆 一般来说,都代表着将有好事发生 而2018年,湖北一位老汉下地干活时 发现自家祖坟竟然真的无故冒起了清烟 吓得他连忙报警 没想到,专家赶来检查后,却惊呼一声,立刻封山 老汉家的祖坟为何冒起清烟 他家祖坟也有什么奇怪之处 能让专家这样紧张呢? 这位祖坟冒清烟的老汉姓孙,已经六十多岁了 家住湖北重阳金塘镇大圆桥上村 孙家至今还是仁丁兴旺的家族 但是家里世代都是种地为生的农民 不过,孙老汉以前也曾听父亲说起 说是他家祖上也曾发达过 证据就是他家那片祖坟 有人说,孙老汉家的祖坟传到现在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 是金塘镇这一带规模最大,也最气派的祖坟 在田地边独占了一座小山 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村里准备修建一条公路 结果施工时,工人意外挖出了祖坟的一角 后来,为了给孙老汉家的祖坟山让路 村政府就将公路规划往旁边平移了一米多 孙老汉小时候就经常听说村里人开玩笑地说 要是没钱了就去把祖坟挖了 到时候肯定能发大财 可是,无论是父亲的话,还是村里人的玩笑 孙老汉都没怎么当真 要是他家祖上真的发达过 怎么现在会这样落魄呢 但是时间来到2018年之后 孙老汉再也不会这样想了 那是2018年9月份的一天 孙老汉像往常一样下地干活去了 地里全是跟他一样忙碌的村民 结果,就在快到中午的时候 孙老汉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爆破般的巨响 地里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纷纷停下手里的火 抬头看向巨响的方向 发现那边已经飘起了一片乌泱泱的轻烟 很像是过年时候大家放的火炮产生的轻烟 村民们第一反应是山上有人私自放火 要不然就是有人在上坟时烧纸祭拜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村里都已经严令尽致 而孙老汉在看到清烟的第一眼 就一跃觉得不对劲 感觉清烟飘起来的方向 好像是他家的祖坟山 村民们觉得孙老汉太紧张了 跟他开玩笑说 在以前,祖坟冒清烟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你别太担心了 很多来村里办事的算命先生都曾说过 孙老汉家的祖坟山是一块风水宝地 按照祖辈们迷信的观点 祖坟冒清烟就象征大吉 还有人说 孙老汉说不定是有人要升官了 但是,孙老汉还是觉得不安心 正好到中午吃饭休息的时间了 孙老汉就跟村民们结伴往回走 刚走进村里,就收到了隔壁村朋友父某打来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一开口就说 你家祖坟让人挖了,你还不知道吗 孙老汉听完,心里咯噔一声 饭都顾不上吃了,把腿就往自己祖坟山跑 还没跑到眼前 孙老汉果然看到,自家祖坟山上飘着浓重的清烟 久久没有散去 仔细看,祖坟已经被炸开了 隐约能看到一些青石砖纹路 怎么看都像电视里说的那种古墓 孙老汉对着还在冒清烟的祖坟 心中不由生出一个念头 难道说他家的祖坟真的埋着值钱的宝贝吗 孙老汉平时在村里人缘很好 当他得知自家祖坟冒清烟的消息时 不少村民都自发地跟着他往那边跑 村民们反应很快 一看到那个还在冒清烟的祖坟山 立刻意识到 孙老汉家的祖坟估计是被盗墓贼盯上了 见孙老汉急得在坟前团团转 他们不由地生出几分同仇敌忾的情绪 帮着孙老汉在祖坟周围寻找线索 有一位村民蹲在地上看时 突然注意到 挖出来的泥土 间散落着为数不少的铜钱 上面还写着一些字 好像是什么通宝 这个村民连忙把孙老汉喊过来 把自己的发现指给他看 孙老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立刻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在赶来现场的同时 还帮孙老汉联系了重阳县博物馆的考古学者们 博物馆的馆长带着考古专家 和新证人员一起赶来 新证人员在周围排查是否有目击证人 而考古专家则仔细观察着 已经被炸得破破烂烂的祖坟山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专家们发现 孙老汉家的祖坟年代相当久远 而且根据周围散落的铜钱一类小物件判断 古墓中必然还有其他的珍贵文物 意识到这一点后 专家当即立断 赶忙通知警方立刻封山 封山一方面是对孙老汉家祖坟的保护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警方对盗墓贼展开搜捕 因为考古专家们非常肯定 孙老汉家的祖坟一定被人盗走了不少东西 一旁的孙老汉心里不好受 这也能理解 不管是谁 自家祖坟被人盗挖了 心里肯定不会好受 他更请警方一定要将盗墓贼抓捕归案 而警方在对村民走访调查时 很快就得知了一条线索 在案发当时 也就是孙老汉家祖坟山方向传来巨像时 有村民探头张望 结果先后看到村里的退休人员 卢某和宋某 从祖坟山方向 慌慌忙忙地跑过来 怀里似乎还揣着不少东西 警方立刻锁定了这个卢某和宋某 在村中展开了调查 另一边 考古人员也在孙老汉的墓中 有所发现 被炸开的孙家祖坟 墓穴长约3米 宽约70厘米 整个墓室都用青石砖堆砌而成 而且 这些青石砖还不简单 不仅比常见的砖块要薄上一些 就算是随便拿起一块 都能清楚地看到 明刻在上面的花纹 考古专家判断 孙老汉家祖坟里的古墓 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朝时期 自家因为盗墓而冒起的青烟 竟然是宋朝时期的古墓 考古专家们给出的这个说法 让孙老汉非常惊讶 甚至有点回不过神来 随后 专家们详细解释 让孙老汉越听越震惊 专家们说 之所以判断是宋朝时期的古墓 是因为 被炸开的这座古墓 是一座 砖石墓 似乎是仿照着地面建筑 堆砌而成的 带着明显的宋元时代特点 专家们比较倾向于宋朝时期 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发掘 发现古墓的规模 比他们想象中更大 而且 这样的砖石墓不止一处 再结合这是孙家的祖坟 专家认为 这里一定存在一个大型的宋代 古墓藏群 在那个年代 能够将墓藏绣得这样气派的人家 想来家事一定不会太低 甚至可能是当时名门望族 古墓中还剩了瓷器 以及大量的被腐蚀的古墙壁 更加证明了专家们的判断 孙老汉没想到 自家祖上竟然真的显赫过 虽然祖坟被炸又被盗这件事 让人很恼火 但能因此了解到一些祖上的隐秘 这对孙老汉来说 多多少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在随后的勘察中 专家遗憾地告诉孙老汉 他家的祖坟其实早就被盗过了 而且盗洞不少 应该不止一次被盗过 这些盗洞年代久远 显然是百年前被盗的 就算是想追究也来不及了 不过 不管现在跑来盗墓的人是谁 这些人在将孙老汉家的祖坟炸开后 显然没有进行仔细的搜索 可能是担心爆炸声 会引来其他村民围观 于是 便匆匆忙忙地 从古墓中挑选几件东西 转头就跑了 再考虑到盗墓的时间还是早上 从这一点来看 盗墓的人并不是专业的盗墓贼 毕竟盗墓贼们做贼心虚 哪有会在大白天就敢炸人家祖坟的 而另一遍 警方的调查也进行得很顺利 他们在赶到大圆桥上村的当天下午 就按照目击证人的说法 分别找到了那两位卢某和宋某家 其中 宋某一看警方前来 表现得有些紧张 但是失口否认他和卢某 共同谋划炸孙家祖坟的事 之后 他还主动拿出了藏在家中的文物 宋某解释说 他只是当时碰巧 从孙家祖坟那边经过 经到爆炸声的时候 就跑过去看 结果就看到地上躺着一些铁器 于是又带回家 准备当废铁卖掉 但这并不解释 宋某从家中拿出来的那些瓷器 以及开源通宝通钱 经过警方审讯 宋某最终还是承认 的确是他与卢某 共同策划了这起盗墓事件 最后 警方一共找回了一只 龟一瓶 一些大小龟一的瓷碗 大量开源通宝通钱 以及一只波形带饼器 而当考古专家们 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后发现 其中一些文物明显是成对的 也就是说 还有一些文物 已经被宋某和卢某出手了 并未追回 孙老汉将追回的这些文物 宣赠给了当地 重阳县博物馆 警方也表示 还会继续对失窃文物进行追踪 孙老汉还在专家的建议下 申请了赔偿 对孙老汉来说 这次祖坟冒新烟事件 的确给他带来了好消息